美股崩盘要来了 快来复习一下互联网泡沫和次贷危机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由于没有考虑到您的个人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因此所有建议仅为一般性建议 最近美国的通胀数据持续走高 并且大盘指数也在不断地创下新高 对于市场崩盘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多 我们知道全球的经济正在从 因为疫情导致的停滞当中慢慢恢复 但是金融市场却一直非常的活跃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危机感是非常正常的 回顾一下经济的发展历史 基本上每过十年左右 就会出现一次影响比较大的金融危机 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 到2008年的次贷危机 按照这个方式来推算 2020年应该会出现一场金融危机 但是由于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 让全球的资本陷入了恐慌 几乎所有资产都遭受抛售 价格暴跌 之后又因为一轮一轮的刺激 涨到了新的高点 貌似是迅速度过了危机 现在市场上有人说 目前比较像2000年金融危机的情况 有的人说更像是08年金融危机的情况 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来参考哪次危机 来为我们当下的投资去寻找思路呢 我们今天就来对比一下 当下与之前两次危机的一通点 首先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下 两次危机出现前市场是怎样的一个环境 1997年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 以及日本经济的疲软 使得美国的经济也受到了冲击 美股出现了大幅的震荡 为了刺激经济 稳定股市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降低了利率 同时美国国会也配合着出台了 1997年纳税人宽松法案 降低了税率 鼓励人们去投资 在多重的利好之下 使得股市迅速从疲软当中走出 出现第一波平稳而又健康的上涨 由于宽松的政策 大盘一路高歌猛进 吸引了更多的热钱进入股市 与此同时 美国家庭电脑开始普及 以及互联网的兴起 这就让互联网公司 成为了投资者们青睐的对象 刚开始 市场上确实是有大量的 优秀的互联网公司 从1999年开始 市场进入了第二波 加速上涨的阶段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钱 进入到互联网领域 事情的发展出现了偏差 人们投资的时候 不再关心哪家公司的产品更好 盈利能力更强 而是关注哪家公司 故事讲的最动人 公司画的饼更大 这一畸形的投资理念 就导致了更多的互联网公司 把精力从做好业务 转到了如何包装自己 到1999年年底 充斥着大大小小 互联网公司的纳斯达克指数 出现了接近90度斜率的上涨 当时的涨幅超过了80% 远高于同期标普500的涨幅 在2000年的3月 纳斯达到顶峰的5000多点 相较于1999年3月份2500多点 涨幅超过两倍 后来随着美联储多轮加息 市场流动性大幅减少 互联网泡沫也随之破裂 4月的跌幅高达了15.6% 随后的6个月中 纳斯是头也不回的 跌去了3400多点 大量的互联网公司 出现破产的情况 投资者损失惨重 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 纳斯更是用了15年的时间 才重回高点 2008年次贷危机 引起的金融危机 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创 从互联网泡沫如出一辙 银行毫无审核的发放贷款 大量的热钱涌入地产市场 这次的泡沫 是在楼市这块大肥皂上搓出来的 美联储为了稳定市场 重建金融秩序 再一次出手 降低利率的同时 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 也就是QE 在2009到2012年间 美联储一共实施了三轮QE 股市也在不断的刺激下 稳步回升 在2013年年初回到了危机前的高点 鉴于美国经济复苏步入正轨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博南克 在2013年3月突然宣布结束QE 准备开始缩减购债 也就是Taper 使得市场出现了短期的恐慌 因为投资者担心 2000年加息后 股市暴跌的剧情重演 但是市场在经历了短期下跌之后 慢慢的回归了理性 因为即使结束了QE 利率依旧保持在比较低的位置 资金的使用成本没有改变 大多数公司的盈利也开始步入正轨 此时市场又开始了一个震荡上行 直到2013年年底 Taper正式开始 每一次Taper都伴随着股市的下跌 但是2014年这一年 美股还是在波动中 跌跌撞撞的上涨了13% 随后也开启了新一轮的牛市 对比前两次经济危机的市场环境 都是在危机之后 宽松政策刺激了经济的复苏 结果却截然不同 一次是要不能停 停了就跌给你看 一次是经济停止刺激之后 经济迸发出新的活力 我觉得现在的市场 与2013年的市场更为相似 停止QE之后 逐渐实施Taper 并且美联储迟迟不肯加息 现在的市场并没有像2000年 那么巨大而脆弱的泡沫 未来美股可能会在美联储加息之前 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过程 由于没有考虑到您的个人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因此所有建议仅为一般性建议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 关注以及转发 您的鼓励是我们创作更优质视频的动力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